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他可能專攻就做麵包 你幹嘛不去麵包店買 就感覺品質也比較好啊 超市業者這次和日本談技術授權 合資股本約2.6億 在台灣設廠 預計可以帶來至少30人以上的就位機會 超市麵包品項 也從原本的46個增加到60個 一開始16家門市開賣 預計年底增加至255家 饒客群是家庭主婦 生產的一個時間 時程會有變動 但我們就是預估一家店的話 大概就兩三百個這樣的一個目標 超市引進現烤現做麵包 搶拼市場大餅 對手超商在去年 就推出麵包現烤現賣 也是由客人自己夾取 目前全台36家分店都有賣 現烤現賣麵包 在台灣擁有龐大市場 超市超商紛紛搶進 現在新聞是小雙小小 特別報導